一朵小莲花 再放线纸张 对边者 我们先画出莲花头 然后画出莲花瓣 注意我们画莲花瓣的时候 要依次画出莲花瓣 注意这个莲花瓣的方线和位置 莲花的静 那么下面这个荷叶呢 我们可以画的随意一些 最后画出叶脉 开始剪纸 剪的时候可以先沿外轮廓来剪 所以我们在剪的时候 要注意临结 不要剪断 剪的时候如果发现 构图有不合理的地方 我们可以直接用剪刀进行修进 最后我把叶脉来剪一下 最后我把叶脉来剪一下